小男孩布莱斯一家人刚搬到小镇生活 他家的对面正是小女孩朱莉的家 初次见面朱莉就喜欢上了布莱斯 可布莱斯并不喜欢她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 布莱斯为了摆脱朱莉的纠缠 故意带着朱莉的死敌雪莉出现在有朱莉的面前 甚至牵起雪莉的手 看着朱莉憎恨的样子 布莱斯偷偷露出胜利的微笑 朱莉经常一个人坐在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上瞭望人处 在树上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满足 一天精神 这棵树的主人想要在这个地方建新房子 便找人来砍树 朱莉舍不得这棵树被砍 无论下面的工作人员怎么劝告 她抱着树死活不下来 她极力请求布莱斯给予帮助 布莱斯还是拒绝了她 最终在爸爸的开导下 朱莉安全下来了 因为这件事 朱莉还登上了当地的新闻头条 接下来的日子 朱莉满脑子都是这棵树 每天郁郁挂欢 在科学展览会上 朱莉研究的课题是小鸡的孵化过程 孵化出来的小鸡被朱莉养在后院 这些鸡很快就长大了 开始下蛋 家里的鸡蛋多得没地方放 于是朱莉每天都会给布莱斯加送鸡蛋 布莱斯也总是假装很开心的接受 然后偷偷扔掉 一天朱莉无意间撞见出门扔鸡蛋的布莱斯 在朱莉的质问下 布莱斯说出了事情 原来她家里人认为朱莉家的院子很脏乱 担心她家的鸡蛋也不干净 朱莉很气愤 她决定自己动手整理庭院 布莱斯的外公因为看到报纸上刊登了朱莉的事迹 很欣赏她的勇敢 于是主动过来帮忙 后来布莱斯在与爷爷的交谈中 渐渐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朱莉的 他去找好友嘉瑞倾诉 好友却一直说朱莉脑贪舅舅的坏话 布莱斯碍于面子假装复合 却不想被一旁的朱莉听到 朱莉对布莱斯彻底死心 在年度学校基金募集大会上 布莱斯不幸的被选为拍卖会上的物品 并且要和竞价最高的女生一起吃饭 看着台上西装革履的布莱斯 朱莉又心愿一马了 布莱斯也期待朱莉能够拍下自己 可朱莉看着台上没人静拍的人 同情的举起了手 布莱斯的期待落空 心情跌落至谷底 最后的结果是 雪莉以50美元的高价买到她 午餐时 朱莉和布莱斯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坐着 布莱斯终于坐不住了 走过去拽起朱莉 握住她的肩膀想要亲吻朱莉 可朱莉敏感地推开了她 逃离现场回到家里 对门外的布莱斯视而不见 一天下午 朱莉准备在客厅看书 却发现布莱斯 种在她家草坪上挖坑 正当朱莉气愤至极时 却看到布莱斯 拿着一棵梧桐树 种在那个坑里 朱莉终于明白了布莱斯的用意 充满感动 终于原谅了她 有的人浅薄 有的人金玉其表 败续其中 有一天 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险烂的人 当你遇到这个人后 会觉得其他人都只是浮云而已